太平洋战争三部曲三,秘史,来自斯德哥尔摩,作者,左左目让,译者,张文颖,第一章,十,十一月二十四日,东京,山邪顺三,再次在佛刊前合了合掌,在客厅尽头的佛刊上,摆放着一位身穿海军军装兼戴参谋兼章的海军军人的遗像。 那是一名销售脸庞上写满严肃的左官,大冠城智郎中左。 照片是他升任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战务参谋的时候照的,排位上就照他的俗名写着大冠城智郎居士,这很符合他的风格,他毫不在乎这些繁文入解。 妻子珍离子也在大冠的一项前合了合掌,大冠城智郎中左的老家在东京的五野葬。 家里只有大冠年迈的母亲一个人生活,居景的佛室里飘出来淡淡的青烟。 大冠的母亲站在山邪他们的后面说,山邪先生,还麻烦您特意到来。 真是过意不去。 老太太的身体紧紧地缩在一起,她的脸黯淡无光,双颊上长满了鹤斑,头上还剩下几缕白发。 据说今年已是七十岁的高龄,不过,口齿却很清楚。 你亲自过来上乡,城智郎一定很开心,她平日里总说山邪一家,就像是自己的亲弟妹一样。 说着说着,老太太的头就低下了,一直低到额头,都快要触到地板上了。 老太太平日里一直躺着,今天是因为山邪他们来,才勉强起来。 山邪听大惯的妹妹说,老太太自己一个人过,所以才决定一定要来看看的,并且带了一些平时很难见到的干面和羊羹来做祭品。 山邪对她说,我们平日里都是承蒙中左的照顾,我还有我妻子都是把她当成父兄来敬仰的,本来是应该早点过来的,但是只能等到妻子,她产后恢复之后才能来。 山邪出席了刚才在横须鹤举办的法事,因为是在横须鹤的寺庙里举办的,山邪以大观的异地的身份当的丧主。 大观的妻子在他们结婚的第六个年头,因病去世,没留下一子伴女,亲戚也很少。 出席法事的大部分都是海军的军人,法事是山邪一个人出席的。 当时真理子刚刚生完孩子,不能外出,现在孩子已经满月,所以真理子一定要来他的老家拜访。 刚刚出生的婴儿在佛间的角落里睡着了。 三年前,山邪和真理子结婚的时候,大观中左是带真理子的父亲来完成了父亲该做的事。 在礼堂里,是大观牵着真理子的手,走完了那段通往婚姻殿堂的路。 真理子小的时候,父亲就去世了。 他那美国人的母亲,也早在美国的华盛顿去世了。 哥哥是海军航空队的战斗机飞行员,在日美开战一年前,受命将临时战机空运往德国,到柏林之后,就再也没回来。 因为战争局势扩大,回日本已经很难了,所以他就去了柏林的海军武官事务所工作。 出席真理子婚礼的人,除去一些不太熟悉的远亲外,几乎是没有什么人了。 大观真诚祝福自己的婚姻。 山邪还记着当时大观对他说,好好待他。 这个年代,对于有家世的男人来说,并不是个好年代。 所以,你要好好对真理子。 也许,对真理子而言,他早已把大观当成自己的父亲了。 山邪知道,那之后,真理子经常和大观通信。 并且,海军省人事局贴出大观战死告示的时候,真理子哭了。 山邪和真理子从佛刊前退下来,大观的母亲看着婴儿说道,女孩子真是叫人羡慕,不用去打仗。 山邪也将目光转向自己的女儿,他给女儿起的名字,叫唇子。 等到唇子长大了,成人了,那时候战争怎么说,也得结束了。 那时候,国家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,现在真是想象不出来。 让女子组成部队,也不是没可能的事。 大观中左如果知道,他们生下来的是女孩的话,又会作何感想呢? 大观中左战死是在一个月前的10月25日。 他是在菲律宾东北海域进行的海战中殉职的。 当时,大观作为第三航空战队的参谋,乘坐的是航空母舰,锐和号。 那个月的17日,美军开始登陆菲律宾的莱特岛。 以太平洋为踏板来进攻的美军,终于对菲律宾下手了。 其实大本营很久之前就预测到,在菲律宾会有一场大战。 所以当时他们立即启动捷号作战计划,发动了陆海军作战部队。 也就是比岛决战。 大本营将这次比岛决战,看成挽回战局最后的机会。 如果这次输了,被美军夺走了菲律宾, 剩下的办法只能是在冲绳或是本土来迎击他们的登陆部队了。 其实早在马里亚纳海沟大战之前, 海军就像是念经一样,期待着无论如何也要赢一次。 特别是在马里亚纳海沟大战惨败以后, 这一期待就变得更加强烈。 如果再败一次的话, 后面可能就是永无止境的深渊了。 实际上, 对于下次大战将会决定整个战争的走向这件事, 虽然是没人说出来, 但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了。 截号作战便是海军赌上全部家底的一次重大战役。 大罐中左乘坐的瑞和号战舰, 是小泽制三郎中将统帅的第三航空战舰的旗舰, 和其他的千岁、千代田等航空母舰一起, 都是吸引美军眼球的诱饵。 作战的重点是歼灭登陆莱特岛的美军, 而担任这一任务的, 是丽田舰南中将统帅的第二舰队。 为了能让丽田舰队顺利攻进莱特岛, 小泽舰队则作为诱饵, 拖住美军的机动部队防止他们的增援。 飞机只有108架,不到应到位数量的一半, 并且飞行员也没训练熟练。 就这样, 25日小泽舰队和美军的机动部队交上了火。 小泽舰队在美军机动部队舰截机的攻击下, 灵活应战, 在持续进行了五六次的空袭中, 舰艇接连负伤, 不幸沉没。 其中包括大观大佐乘坐的瑞赫号在内, 四艘航空母舰, 一艘巡洋舰, 两艘驱逐舰, 都葬身于菲律宾海域的海底。 大观牺牲时的情况并不清楚, 只有小泽舟将在瑞赫沉没之际转移到大殿号巡洋舰上了。 而当时身为参默的大观中佐并没有到大殿号上去。 据说瑞赫爆炸在熊熊烈焰之中, 大观已经受了伤。 不管怎么说, 当航空母舰瑞赫号在太平洋上摆出一个巨大的漩涡, 下沉到海底的时候, 作为海军军人的大观那刚正不阿, 轻欲寡欢的生命也就此结束了。 小泽舰队出色地完成了他们诱饵的任务, 在他们拖住美军的机动部队的时候, 力田舰队却在莱特湾竞赛眼前的时候掉头。 湾内的八十多艘美军登陆舰, 在最后关头被救起。 大本营当然是没有能力消灭掉一再登陆菲律宾的美军。 事实上, 是帝国海军在这次的菲律宾战役中惨败了。 其实, 在这次比岛大战的高潮时期, 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大西龙之狼中将曾命令特别攻击部队, 全力以赴发动自杀式攻击。 那天是10月21日, 塞班岛已经失线, 大本营所设定的国防圈已经被攻破。 本来靠捷号作战重新设定的新的国防圈也被突破。 剩下的就只有日本, 中国满洲和中国大陆围成的国防核心圈了。 美军的冲绳登陆, 本土登陆已成为现实的问题了。 其实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 山邪看了看时间, 已经到了中午, 考虑到大惯母亲的身体, 现在是得告辞了。 山邪站起来, 穿上外套, 把装孩子用的布口袋套在头上。 介于现在的状况, 根本找不到婴儿车, 真离子就用帆布缝了个像是袋子一样的大包。 等夫妇二人一同外出的时候, 山邪就把这个大袋子套在脖子上, 把孩子放在肚子的位置上抱着。 真离子把孩子抱起来, 放进口袋里。 山邪调整了口袋的位置, 用一块毛巾盖在孩子上面。 真离子也把装尿布和奶瓶的包袱拿起来。 大冠的母亲把山邪他们送到玄关口, 问道, 山邪先生, 我想偷偷地问你件事。 您既然在海军省工作, 肯定是清楚的。 偷偷的? 日本, 是不是就这样输了? 山邪思索了一会儿, 低声说, 嗯, 是的, 绝对赢不了了。 这局势, 今后也很难挽回了。 接下来就会是在本土的决战了吗? 除非是能早日达成议和。 这样啊, 大冠母亲的脸上表情凝重, 东条先生辞职的时候, 还有人说, 战争就有可能结束了。 看来小鸡先生和米内先生, 也还是想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啊。 其实这同样也是山邪的疑问。 虽说当时山邪是直接从米内大臣那里得到指示, 协助高牧少将进行结束战争的研究, 但是现在山邪丝毫没从米内身上看到有准备结束战争的影子。 高牧和山邪已经将他们的研究结果, 以口头的形式传达给米内和井上了, 但是还没有看到内阁有想要结束战争的意思。 现在中战, 讲和这些都是禁忌语, 大家只喜欢听那些气势威严的好话。 这次的战争里, 总是说决战, 决战的。 决战的意思是, 如果输了, 战争和国家就都完了呀。 所以说, 现在看来, 菲律宾的战役根本不能算是决战吧。 确实如此, 大本营把这次在菲律宾的战役称为是决战。 我估计也是这么个意思。 难道我们国家的命运已经被定下来了吗? 自己宣称的决战都输了的话, 理论上讲是如此。 山邪说了句违心的话, 还并不清楚, 就算是战败, 日本也不一定就灭亡了。 那么所谓的决战, 就是谎话了。 但是确实是场非常重要的战役。 比岛战争后, 为什么还要进行本土决战呢? 决战不就是最后的一场战争的意思吗? 莱特岛海战的时候, 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就清零日记台了。 难不成这次的战役, 也是这种程度的战斗。 如果这场战争即将把国家毁于一旦, 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就不用说了。 就算天子也站到联合舰队的战舰上去, 战争也不会有什么好转了。 大本营说是决战, 估计是想鼓舞士兵的事情, 真的是这样吗? 大官的母亲摇了摇头, 以前儿子是军人的时候, 要是这么说的话, 我还会觉得是。 可是现在的我, 已经不再相信军队和政界的那些权势了。 我已经不知道, 还能不能发自内心地去接受他们说的那些话。 说着说着, 大官母亲就坐在了玄关旁, 她已是颤颤巍巍, 山邪赶紧扶住大官的母亲。 果然像听说的那样, 大官母亲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。 平时的生活都是靠邻居们的照应, 其实也马上就到了该进医院的年龄了。 多保重。 山邪说, 我们先回去了, 您就送到这里吧。 嗯, 大官母亲坐在玄关的门槛上, 真是不好意思, 还让你们亲自跑这么一趟。 她一直在尸里, 直到山邪关上了玄关的门。 出了门, 山邪又一次体验到五野藏的寒冷, 她怕风吹到孩子的脸, 便把毛巾往上拽了拽。 这里是北多摩郡五藏野艇的尽头了。 以中央县三阴站和五日市街道围城的区域为中心, 组成了整个艇的形状。 这里有很多的工厂, 周围新建的小住房零次置笔, 后面是面积很大的农田, 也有木造的农家住宅映入眼帘。 大罐的老家本是农家, 但是现在在那间很老的房子里, 只剩下很少的菜园地了。 位于五日市街道的大罐的老家周围, 现在已全是住宅了。 在它后方约五十米的地方, 是中岛飞机的五藏野工厂, 工厂周围都被围墙围了起来。 从这儿到三英车站大约有十五分钟的距离。 山邪看了一眼四周, 便朝车站的方向走去。 真理子边走边问山邪, 这场战争看起来真是没有要结束的样子。 不止大罐母亲一个人说, 女人们在一起的时候, 也会悄悄地说这个话题。 山邪回答说, 表面上看来是没有。 陆军是准备赌上一切, 进行本土决战了。 若是在本土决战的话, 倒是也有地理优势, 而且不用担心补给的问题。 所有的国民也都会成为战斗力。 他们是这样打算的。 海军迷? 就算是想战, 也没有战斗力了。 能行的话, 也就是些许的航空战。 这样说来, 战争还是要持续啊。 明明知道不能再进行了, 已经输了。 结束这场战争的理由, 并不在胜负。 这本来就是场不正义的战争, 不应该开始。 既然不是正义的战争, 那么就该早点结束。 非正义的战争, 这样形容的话, 那些在战争中丧失亲人的家属, 肯定会有人不高兴的。 比如大观中左的母亲。 就算这样, 这场战争, 依然是非正义的。 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呢? 真理子又重复起这个相同的问题, 即使是进行本土决战, 迟早有一天, 也是得结束的。 战争, 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。 说要欲食俱焚的人, 是认真的吗? 考虑到会成为别人的隶属国的话, 大概是认真的吧。 就像是日本占领朝鲜和中国一样, 日本也同样怕同盟国军占领日本吧? 他们不会这样做吧? 不, 或多或少会的。 担负着民族大义都是门面话, 他们毕竟是军队, 和传教士是不一样的。 但是, 从程度上来讲, 和从一开始, 就无视国际法发动战争的军队, 还是有些不同的。 什么意思? 在对英美宣战的诏书里, 去掉了带有遵守国际法意思的那一节。 那可是在先前的日俄战争, 以及其他的大战里, 下发的诏书里, 明确写入的内容。 也就是说, 这次的战争, 实际上是公开宣称了无视国际法。 只是, 现在没有说出口罢了。 真理子看着山邪, 好像很吃惊, 说道, 亲爱的, 你现在怎么突然变得说起话来, 一套一套的了? 你怎么了? 你之前不是说, 只喜欢聊音乐和戏剧, 不喜欢政治和战争的吗? 是吗? 山邪看着真理子, 就算是这样, 战争还是战争啊? 如果我变了的话, 战争就是唯一的原因。 战争的什么? 改变了你呢? 山邪稍微考虑了一会儿说, 我们喜欢和小伙伴在广场上玩, 但是小伙伴里, 突然有个孩子变得粗鲁起来, 对其他伙伴很不礼貌, 广场就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好玩了。 于是, 我就找上几个合得来的伙伴, 到另外的广场上去玩。 可是在那里, 又发生了相同的事情, 我就又一到别的广场上去, 就这样, 总是找自己合得来的伙伴, 自己玩的高兴的广场。 可是有一天我, 突然发现, 我没地方可去了, 一到哪儿, 也都是一样的了。 我不能只是换广场了, 我必须要清清楚楚地, 对那个孩子王说声不, 必须把孩子王担出广场。 你这个比喻很好懂的, 我只是海军省的文官, 我虽然讨厌军人, 但是在这个世上, 军队的存在是很必要的, 文官就不用去上战场, 而且还能比普通的市民过得更舒适些。 但是, 从现在开始, 已经再也没有能容得下自己的广场了。 我开始明白了, 像我这样的, 只知道轻松地玩闹的男人, 是很难生存下去了。 我不能再只是, 为自己寻找容身之处, 应该说出自己该说的话,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。 这些, 我渐渐懂了。 真理子很惊讶地看着山邪。 山邪说, 你是不是很讨厌这样的我? 不, 真理子摇摇头, 我喜欢那个兴致勃勃弹音乐弹戏剧的你, 也喜欢认真严肃地说政治和战争的你。 突然, 喧嚣的警笛声响了, 山邪停住了脚步。 火灾? 好像在五藏野市的, 是街道的各个地方都安设了报警器。 估计是消防署或是公务所安置的吧?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, 山邪抱在怀里, 孩子哭了起来。 路上的行人也都停住脚步, 不安地四处张望着。 不是火灾, 因为根本看不见烟河火势。 但是报警器却没有停止, 并且声音越来越多了。 中岛飞机的工厂内, 突然发出更加大的声音。 空邪! 在场的人, 好像也是在同一瞬间反应过来了。 行人开始跑起来, 就像是水槽里的屎竹群一样, 开始摇晃。 经过人家的门口里, 带着防空投尽的男男女女, 忙乱地窜出来。 人们开始叫起来, 空邪啦! 空邪啦! 可能是消防团的人, 一个绑着裹腿的男人, 跑到了路上来。 在道路那头的消防署瞭望楼上, 人头攒动。 拿着望远镜, 朝南面的天空望着。 今年从夏天开始, 在九州和日本西部, 就频繁地有爆炸机前来轰炸。 当时还想着这样的话, 东京的空袭也快了。 现在终于来了。 真离子紧紧地抓住山邪的手腕。 亲爱的, 去公务所或是学校? 山邪说, 那里肯定是有防空洞。 那个巡查的人跑过来, 开始训斥起来。 快点! 到防空洞去! 快去防空洞! 那避难! 全体避难! 全体避难! 山邪问那个巡查人员, 防空洞在哪边? 我们不是本地人! 这前面! 那个巡查人员用手指着道路的前方。 那有学校! 快去那里! 山邪他们便朝巡查指的方向跑去。 路上的人流大都是一个方向的, 大概是有一百米, 两人拼命地跑着。 这其中, 避难的人数, 渐渐地少了起来。 大概是住在附近的人们, 都跑到自家的防空洞去了吧。 或是跑到熟人家里了。 山邪他们, 只能到市民公用的防空洞避难。 山邪边跑边想在柏林的话, 只要空袭警报响了, 人们一定会就跑到大楼里, 然后进入地下室去。 因为他们那儿的建筑, 都是石头建成的。 直袭炸弹穿不透, 可以暂时保密。 但是, 日本的话, 大多是木制建筑, 带地下室的建筑也不多, 遭到空袭的话, 肯定是不能和柏林比了。 所以, 在这里, 就会是一件很惨痛的事情。 在学校的校园里, 有个半地下的防空洞, 建得像是孩子的游乐场似的, 拢起了个浑原的土堆。 人口处的门, 是用铁路的枕木建造的。 有两个退伍军人模样的, 站在门口引导市民。 山邪和真理子一起, 跳进那个顶棚很低的防空洞。 里面已经进去了四五十个人的样子。 洞里挂着一个电灯泡, 在网里聚很黑了。 山邪让真理子坐在地上, 把孩子递给他, 说, 我马上回来, 你待在这里别动。 真理子吃惊地仰起头, 回来? 你要去哪儿? 大观中左母亲那里。 可是, 中岛飞机就在他家的后面。 这里发生空袭的话, 目标肯定是那片区域。 可是, 没事的。 山邪摆出一副很真心的样子说, 我在柏林经历过英国空军的空袭, 五分钟之内应该是没事的。 我要把他接来避难。 亲爱的, 我说了没事的。 山邪没敢看真理子的眼睛, 他跳出了防空洞, 路上几乎已经没有行人的身影了。 只有那个, 可能是消防团或是警方团的, 有任务的男的, 还显眼地站在那里。 他慌张地大喊大叫着, 当然也情有可原。 这是东京的市民第一次经历空袭, 根本没有经验。 17年前, 东京曾经有过一次空袭, 那时是16架B-25轰炸机, 但是那次更多的是前来示威的。 这次如果是真正的空袭的话, 那么可以说这是东京首次经历的空袭了。 山邪将外套的下摆挽起来, 拼命地跑。 那些卡车, 两轮推车就那样扔在大街上, 还有好几辆自行车躺在路边。 刺骨的寒风, 在没有人烟的街上肆虐, 吹起漫天的尘土。 警笛好像是故意挑衅人们情感极限似的, 一直想得不停。 现在已经能感到, 那声音里掺杂着爆炸的声音, 一种低沉, 有力的梦想。 如果现在抬头看见轰炸机的话, 估计自己就没有力气再走了。 现在必须冷静, 不能胡思乱想。 不管了, 要一口气跑到底。 到了大观中左的家, 山邪拉开了玄关的拉门。 他跳过门槛, 差点跌倒。 重新站好后, 就大喊, 母亲, 在吗? 山邪也没脱鞋, 直接冲进客厅。 大观的母亲, 正端坐在佛看的前面, 双手合掌, 拿着佛珠。 回过头, 正好和山邪对视了, 眼睛睁得大大的。 母亲! 山邪跑到他的身边, 大观的母亲呆住了一样, 说, 山邪先生, 空邪了, 赶快去避难。 我就在这儿吧, 不跑了, 也跑不动了。 不行! 山邪走过去, 一把把他扶起。 他没想到, 大观母亲的身体, 轻得出乎意料, 感觉就和刚才他抱的那个孩子差不多。 山邪弯下腰, 不由分说地, 把他背了起来。 大观的母亲说, 成智郎的牌位和遗像。 山邪伸手抓起牌位递给他, 自己拿着遗像, 插进外套的口袋里。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, 到那个防空洞, 还得花费一些时间。 山邪背着大观的母亲, 向防空洞那边奔去。 附近已经传来炸裂的声音了。 是在背后的中岛飞机的机场内吗? 空袭已经开始了, 还是发射的高射炮? 必须离开这里, 必须离中岛飞机场远远的。 从一万米的高空扔下的炸弹, 二三百米的误差, 也不是不可能。 必须到这附近的防空洞去。 现在来说, 那个学校的防空洞, 就是能保证最低安全限度的地方。 山邪背着大观的母亲, 在路上拼命地跑。 那个巡察看到后, 朝他跑来。 你干什么的? 不是告诉你学校了吗? 我知道。 山邪边跑边, 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。 我说了我知道了。 学校的防空洞已经把门关上了。 山邪把大观的母亲放下, 然后用拳头狠狠地敲门。 开门! 开门! 门! 门马上就从里面打开了。 那个退伍军人伸出手, 把山邪和大观的母亲拉了进去。 在山邪的身后, 门又重重地关上了。 接踵而来的是大地的震动。 山邪终于松了口气。 爆炸了, 炸弹爆炸了。 大地的震动一直持续着。 就像是定音鼓响着一样, 一直不停。 从防空洞的顶上, 土屑纷纷纷落了下来。 电灯的亮度突然变暗了。 亲爱的是真离子的声音。 她的声音鲜弱, 有些颤抖。 来这边。 真离子在山邪的正后面。 山邪弯着腰, 转了个身。 真离子抱着孩子坐在地上。 山邪把手放在她的肩上, 让她坐下, 自己也坐下了。 真离子把身体靠过来, 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奶味。 自生完孩子以来, 就一直有这个味道。 爆炸声更加激烈了。 山邪用手紧紧地揽着真离子和大罐的母亲。 真离子怀里抱着孩子身上的温暖, 透过衣服传到自己的胸口上。 大约两个小时后, 防空洞的门打开了。 爆炸声和大地震动也消失了。 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, 也不用担心第二轮空袭了。 警方团做出了可以出来的手势。 在那里避难的人们也都深深地松了口气, 走到了校园里。 山邪和真离子, 大罐母亲一起出来一看, 街上的人流方向和刚才是截然相反的。 看样子, 好像都是要回家或是回工厂。 也有很多人呆站在那儿, 朝中岛飞机工厂的方向张望着。 工厂里只是冒出很多烟, 并没有着火。 估计是他们已经迅速地熄灭了吧。 工厂的附近到底有没有受到损害, 站在这里根本看不出来。 但是, 从刚才在防空洞内感受到的轰炸的力度来看, 轰炸肯定不止限于工厂内部。 山邪问站在身旁的那个退伍军人模样的人, 有哪些东西被毁了? 那个男人, 转过头来看着山邪, 说, 现在还不清楚。 但是看样子, 工厂是被毁得不轻。 轰炸的规模有多大? 不知道。 但是广播里说, 有几十架B29。 钟左的老家, 那怎么样了? 大冠母亲还能不能再回去呢? 他突然想到, 就算中岛飞机场没被完全破坏掉, 大冠母亲是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。 空袭肯定是还有第二次, 第三次的。 山邪看着真离子, 真离子正在那发呆。 他好像是再次受到了震撼, 没有想到战争就在身边, 而且离得这么近, 触手可及。 真离子感觉到, 山邪在看自己, 就回过神来。 他看着山邪的脸, 轻轻地笑起来。 怎么了? 山邪问道, 真离子的额头上, 双颊上都满是涂鲜, 你鼻子上有灰呢? 你也是。 看来今后是必须得时刻带着防暴投金了。 你去避避吧。 山邪把刚才在防空洞时想的是说了出来, 在致富室, 我有亲戚在哪? 你先去躲躲吧。 我要留在你身边, 你要为唇子想想。 我就要待在你身边, 待在你这个, 有着丰富的空袭经验的人身边, 是最安全的。 别胡说了, 说不定从现在开始, 东京每天都会是这样。 我相信你的工作, 我就不相信军队和政府会愚蠢到这个地步。 战争迟早会结束的。 山邪赶紧看了看周围, 站在旁边的人肯定是听到真离子的话了, 但是却没有人投来责难的眼光。 这件事必须好好跟你谈谈, 我不会改变我的心意的。 就算离婚, 我也要把你送走。 说什么呢? 把唇子给我抱着。 山邪从真离子手里接过唇子, 孩子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 闭着眼睛, 小嘴一动一动的。 山邪用双手把孩子抱在怀里, 真离子用手帕擦了擦山邪的双颊和鼻子。 刚才, 你跑出防空洞的时候, 我想你要是不回来了, 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 那现在原谅我好吗? 下次不准了。 真离子突然点起脚尖, 在山邪的脸上亲了一下。 山邪慌忙地看了看周围, 正好和一个带着防空头巾的少女对视了。 刚才亲吻的那一幕, 肯定是被她看见了。 少女好像是在看没看见过的动物一样, 盯着山邪看。 山邪朝那女孩眨了眨眼, 对她做了个接吻的表情。 那女孩立马脸红了, 眨了眨眼, 朝别处看去了。 大观的母亲, 在真离子的旁边默默地站着, 神情不安地朝自家的方向望着。